台中捷運25號正式通車 歷經13年興建 台中市民終於等到這一天 開心搭乘 很平穩 很平穩 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們要覺得就是還滿便利的 有 非常便利 台中市長陸秀燕的施政 讓民眾有感的 不只是終結完工通車 還有他敢說敢做 請聽民意 應該說他有在做事情 捷運 然後綠川 柳川 都有看到東西都有起來了 因為他敢講話 包括什麼美國在台協會來這邊 他也敢跟他 該講的都講 萊豬什麼該講的他都敢講 我覺得這個下一次我還是選他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民調 盧秀燕施政滿意度 從去年7月的5成4 飆升至今滿意度突破7成 而信任度更從5成3 飆升到7成3 顯示民眾對盧秀燕的施政 以及信任度都超過7成 秀燕施政 台中市議員都看在眼裡 盧市長常在講說 不能完工的要完工 不能動工的要動工 台中市在這幾年 其實許多重大建設 都陸續在開工或完工 包含說捷運 包含說大支出打風等等 其實有一些交通建設 我想市民都是非常有感 過去沒辦法做到 現在陸續來做到 再強調是他的態度問題 讓我們會有所感 會有感動 我舉例來講 在我們那個區域 就是肉品市場的前見 當初屠宰場 一直要到我們烏日區 我是非常極力反對 所以他最後有做出一個比較中庸 也比較明確的決定 不止這樣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也顯示出 2022年地方選舉 支持盧秀燕的選民 也高於綠營 盧秀燕如果在2022年 對上蔡奇昌 目前有5成4的選民 表態投給盧秀燕 2成4的選民 會投給蔡奇昌 而如果盧秀燕跟何欣淳 竟選台中市長 有5成8的選民 會投給盧秀燕 2成會選擇何欣淳 再再都清楚 代表著民進黨的選戰策略 難以達到多數台中人的共鳴 而對於高民調的結果 盧秀燕表示還是專心市政 我長期以來 對於民調都沒有評論 參考就好 我想市政團隊 最重要做的事情 就是努力打拼市政 守護市民 盧秀燕的超高民調 也反映出 傾聽民意 專心市政 不搞雙標 才是獲得選民支持的關鍵 忠心市政 supuesto 囊